拜習會攤牌中共借烏俄戰爭瞄準台灣 瑞士銀行制裁俄羅斯富豪中共高官戰鬥 進攻幾乎受阻 美國司令說俄軍似乎缺乏動力 波羅的海三國聯合驅逐俄羅斯外交官 保加利亞更進 香港感染者破百萬 清零政策遇到尷尬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9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拜登與習近平在今月18日舉行了視像通話 美國政府的目的是評估中共政府 在處理俄烏問題上的態度 以及中共當局目前的實際行動 不料習近平卻借烏俄戰爭 與拜登大談台海問題 並警告說如果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處理不好 將會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的影響 同時指責美方誤讀誤判中方的戰略意圖 據悉 拜登與習近平今次視像通話 兩人對談了一小時五十分鐘 美國政府要求進行這次通話的主要目的 是與中共當局溝通 避免中共政府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以及給予俄羅斯實質援助 不過根據官媒新華社報道說 習近平在會上主動向拜登提及 他認為當前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困境 反而還遭遇更多挑戰 特別是美國向台灣式出錯誤信號 這樣非常危險 同時他還向拜登提出警告說 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 將會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 此外習近平還指出 中美關係會到這種局面 是因為美方沒有落實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 反而是美方誤讀誤判了中方的戰略意圖 眾所周知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當局最為敏感 而且重要的議題 外界觀察到 就在拜習通話之前 共軍航空母艦山東號也在同一日通過台灣海峽 而且距離金門僅有30海里遠 對此美軍驅逐艦盧夫約翰遜號 和台灣軍艦一直在台海區域嚴密監控 在雙方通話結束後 白宮隨後發布聲明指出 雙方領導人談到了俄烏戰爭和台灣問題 拜登強調中共如果向俄羅斯提供物質支持 將會面臨的影響和後果 而對於台灣問題 拜登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 並強調美國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 對此 路透社指出 目前還未清楚習近平是否明確表態 並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行動給予譴責批評 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遭受國際制裁 近日瑞士銀行協會相當罕見地 披露了俄羅斯富豪在瑞士的資產 數額相當驚人 瑞士政府表示 對俄羅斯的制裁規模正在加大 甚至包括凍結資金 對此有評論人士認為 除了俄國之外 中共的高官在瑞士銀行的秘密資產也數額巨大 今次瑞士打破慣例 出手制裁俄國富豪 想必那些中共高官也在此失失發抖 根據路透社報導 近日瑞士銀行協會表示 經推算估計 俄羅斯客戶在瑞士境外賬戶的存款 合計大約1500億至2000億瑞士法郎 約2130億美元 而今次最新披露的金額顯示 俄羅斯富豪和瑞士銀行的業務往來 比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的金額要大得多 眾所周知 瑞士是全世界最大離岸財富中心 瑞士向來對外界要求 透露各國政要富豪資產的要求 一直置之不利 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瑞士採取了罕見舉動 配合歐盟對俄羅斯資金實施制裁 而今次瑞士銀行協會 披露俄國富豪的資產也相當罕見 對此瑞士經濟部表示 由於瑞士的制裁名單不斷增加 當局仍在統計銀行報告 因此對於凍結俄羅斯資產的規模 以及範圍仍在評估當中 瑞士社會民主黨共同主席 梅耶就呼籲當局 應該扣下任何屬於俄羅斯政府 俄國總統和他的身邊親近人士的資金 梅耶表示 那些俄國富豪忠於克里姆林宮 他們的資金和活動會為戰爭提供資金 瑞士必須盡一切可能 撤斷他們的現金流 不過外界也注意到 由於瑞士銀行的保密度極高 幾十年來一直都是世界富豪避稅的天堂 這樣當然也得到了中共高官和貪官的青睞 維基解密曾披露 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五千個帳戶 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員 從中共的副總理一級、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 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帳戶 此外在香港工作過的局一級的官員 大部分也都有瑞士銀行帳戶 對此有評論人士認為 今次瑞士打破慣例出手制裁俄國富豪 想必那些中共高官也在此失失發抖 俄乌戰爭進入了第四周 俄羅斯軍隊繼續對烏克蘭首都基赴及其他城市發動襲擊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石18日表示 對烏克蘭戰爭中俄軍似乎並不是特別積極 基赴當局說18日稍早一枚被擊落的俄羅斯火箭彈 擊中基赴市北交一棟住宅樓造成一人死亡 烏克蘭武裝部隊對他們在基赴的防禦工作作出樂觀評估 說俄羅斯進攻首都的兩條主要路線已經被封鎖 烏軍副參謀長阿力山大客魯澤為期星期五說 俄軍顯然是想先包圍再奪取首都 面對這種情況烏軍已經將遞裂百河兩岸的俄軍擋住 他說自至今日敵人已經在距離城市右岸近70公里的地方被阻住 這樣使得他們無法進行射擊 除了火箭彈射擊 在左岸進軍也都被阻住 主要的進攻途徑被封鎖了 克魯澤為期說 俄軍已經放棄進攻基赴東北部的布羅瓦利 和東南部的博里斯皮爾 烏軍正在努力加強第三道遙遠的防線以保護首都 同時烏克蘭的幾座城市 包括哈爾科夫、 赤爾尼哥夫、蘇梅和馬里烏波爾 仍然被俄羅斯軍隊包圍 並遭受猛烈砲擊 美國和英國情報官員表示 由於俄軍損失慘重 再加上後勤問題 和烏克蘭的強烈抵抗 俄軍的整體攻勢已經放緩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將軍 星期五在五角大樓的一次簡報會上告訴記者 對烏克蘭作戰當中 俄軍似乎並不是特別積極 他說 至少從我所處的位置來看 他們似乎不是特別積極 對他們正在進行的行動也沒有特別投入 針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 和愛沙尼亞18號聯合區 驅逐10名俄羅斯外交官 而東歐國家保加利亞外交部也宣布 驅逐10名俄國外交官 將他們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限期72小時之內離境 波羅的海三國外交部星期五發聲明 三國協調一致驅逐10名俄羅斯外交官 立陶宛驅逐了4名俄羅斯外交官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各驅逐3人 立陶宛外交部說 驅逐俄國外交官是為了表達 和烏克蘭站在一起 並命令這4名外交人員在5日內離開該國 愛沙尼亞外交部說 所有三名俄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 直接積極地破壞了愛沙尼亞的安全 並傳播為俄羅斯軍事行動辯護的宣傳 拉脫維亞外交部在星期五的一份聲明中說 被驅逐的人員必須在3月23日 晚上11點59分之前離開拉脫維亞共和國 保加利亞外交部也在官網發聲明指出 驅逐這些俄國外交官的理由是 他們從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動 俄羅斯官媒塔斯社就說 保加利亞18日 將10名俄羅斯外交官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對此俄羅斯駐保加利亞大使批評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極其不友好的行為 並保留報復的權利 香港當局18日再報新增2萬多宗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突破百萬大關 香港衛生署星期五通報說 在過去24小時內 新增確診病例2079宗 累計數目達到1016944宗 其中97% 大約有100萬宗感染病例發生在最近兩個多月的時間裡 香港大學今個星期公布的一項研究發現 實際上感染病毒的人口可能佔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 香港衛生署說 從今年2月9日以來 香港已經有將近52,000人死於Omicron病毒株 加上之前的死亡人數 總人數為5,401 超過了中國大陸的4,636宗死亡病例 不過 外界普遍對中國大陸公布的疫情數字持懷疑態度 認為實際數據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至少10倍以上 港府效仿中共的防疫措施 實行嚴厲的清零政策 譬如暫停香港和美國和英國等9個國家的航班 強制反港居民接受14日隔離 學校、健身室、沙灘等公共活動場所全部關閉 雖然香港採取了能夠採取的一切防控措施 但並沒有壓制疫情的擴散 香港還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港府17日公布最新失業率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業率為4.5% 較上一期升了0.6個百分點 有近16萬人失業 學者指出 港府應該儘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否則失業率會繼續攀升 中文大學商學與亞太工商研究所 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更批評 這是港府抗疫措施 進對失據造成的人為災難 商界因為不知何時可以正常營業 而紛紛停業或有限度營業 導致百業蕭條 中國大陸也經歷與香港類似的情況 近期 疫情信速蔓延全國 在中共嚴厲的防疫政策下 一個又一個城市進入了封城狀態 包括吉林、長春、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大城市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오四時 就在連 xi是駕下發 是 就會 夠了 這些 這邊 而 我們